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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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这些都是九龙市区 如果你是做了区 做了议员之後 你会如何发挥九龙市区的地方特色 令它产生更多就业机会 或者發展机会给年轻人 甚至令到他们 解決房屋上的問題 現在是九龍西區的論壇 我想問你們怎樣會利用九龍西區的發展來做特色 謝謝 謝謝 有沒有哪位茶館套陶貝 謝謝 這位平日正叫給你 Fik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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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基本上在靜光裏面 都有想到這個位置 特別在九龍西區 尤其是游簽網很多的景點 其實很多年輕的朋友 其實可以這樣 我們倡議在旅遊景點 就開始一個初級的管理員的職位 就可能給一些失業的朋友 或者是可能找工作有困難的朋友 這個職位有什麼好處呢 是可以等到他們接觸多些人 譬如儲累的經驗 加上是一個政府主導的形式去做 變成了一個平台 可以發展個人的不同的能力 之後找到一些適合的工作 或者一些讀書的機會 就可以再進去 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想法 你說沒有其他呢 如果你想到一些什麼好的意見 都隨時可以告訴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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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目哪位 可以 我非常介意我坐下說 我站了一整天 請問一下 其實我自己本人有的經驗是在市區重建 我是市區重建局的其中的學費集合同事 其實九龍西區是現在市區重建的一個重點地區 九龍城區就是有一個市區重建 有關一個更新諮詢平台 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將意見給政府 我們就決定怎樣重建 如果重建做得好 可以繼續做幾件事 第一 就會釋放更加多的土地來建房屋 無論是公營房屋還是私人房屋 我們有個討論是建公屋多些 公營房屋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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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營房屋還是居屋 還是用一些地來建私人房屋 然後私人房屋也可以發展經濟 來建備付房 另一件事除了是這樣之外 就是市區的更新 如果九龍城區 九龍城區 九龍西區有很多舊樓 舊樓未被拆掉再重建 但要怎樣更新它 怎樣將它製造好看 現在政府已經開始了很多個不同 用來做貸款給人做市區更新 即發生了大廈的貸款計劃 這個也可以做 雖然它不是直接和現成人的關係 但如果地方製造好一點 也會更好 第三件事其實可以說 怎樣發展地區的特色 這件事其實是困難的 以前我知道 聽到林鄭月娥 她現在做了政務司司長 她以前做發展局局長 開始其實都盡量做很多些事情 引入這個 將地區文化發展成一些 但其實我看到 不是做得太成功的 因為怎樣發展一些 大家都覺得是有用的 旅遊喜歡去的地方 或者大家覺得是感受到 那個地方的特色的新發展 或者將舊的建築物 將它發展到新用途 其實拿不到大家市民的共識 做出來的效果不好 其實大家也可以給個意見 我們可以怎樣再做好一點 另一件事我想說 香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土地規劃是做得不好的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土地地政處規劃的土地 是非常僵化的 有很多土地 其實可以釋放出來用 但它沒有 因為它有很多法例做得 譬如你看看 撥花工廈這件事 就是香港很多工業大廈 都說要撥花它 但它做不到 因為它那些城市規劃的潮力 太過死了 那些大廈很多用途都不行 你說要蓋住宅 怎樣蓋呢 例如蓋老人院又不行 蓋醫院又不行 蓋什麼都不行 但是那個法例沒有改到 土地規劃 土地城市規劃的潮力沒有改到 土地用途各限住 很多東西發展都做不到 在這些層次做得好些 如果立法會議認識這些條例做得好些 那也都可以發展多些 地區市區 也都可以釋放多些土地 蓋多些大家適合的建築物 給大家用 那這個對年輕人都有幫助 那我想分享這些條例 好嗎 多謝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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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玩